桃園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 办理桃園市南区辅居中心 地点在龙江社区活动中心 这是桃園市第七个辅居服务据点 提供民众辅居评估 咨询和维修等多样化的服务 桃園市政府社会局委托伊甸基金会 办理桃園市南区辅居中心 提供民众就近便利的服务 龙江辅居据点在28号正式成立 这是桃園市第七个辅居服务据点 现场成立各式辅居幼儿辅居 并设有助听器银行等 提供给需要的民众咨询 那我们为了要服务整个全区 13个区里面 那我们在适合龙江这个区块里面 有长者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据点里面 我们在这边成立了我们桃園市第七个 我们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据点 那另外我们还有在桃園市 有成立七个便利站 那个在在的让我们的这些 身上者跟长者 能够便利性以及救济性 那也需要让一些我们的这个私人者 还有可以就这个区块里面 可以让他们能够提供更高的一个服务 南区辅居中心主任林美琪说到 大龙江地区人口老化 辅居使用需求增加 因此到龙江市民活动中心设点 就近提供辅居教学 辅居维护保养 并对长辈进行辅居适配服务 让长辈们知道辅居的正确使用方法 希望各位就是可以针对 可以那个运用善用这个据点的一个服务 那我也特别谢谢我们的里长这一边 其实在里长这边 其实很早就看到在大龙江这边的需要了 那这边的老化程度的部分 因为很多是老农民的部分 所以变成是说这些辅居的需要 透过老化的部分 其实很需要这边的辅居处理 那我们在评估人员评估的过程里面 也有看到这样的需要 也希望这样的资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目前桃园市南区共有四个服务据点 还有三个便利站 提供定期定点的辅居咨询教学和维修 服务据点采用预约的方式 民众可以到社会局观望查询预约 另外也有提供外展服务 公告在社会局网站 方便其他行政区的民众就近使用 如果民众有短期租借二手辅居的需求 也可以上网预约将辅居配送到住家附近的服务据点